今天到了期末啦,所以我们大概总结一下 所以今天的话呢,就是 再来 把那个前面部分的重点稍微回顾一下 那我有把每一次上课的录影都放在云端上面,那各位可以看到 从第1次到第12次的,有的时候是两周两周的课程,然后都把它放上去 那连结的话,你会点选那个连结,它就可以直接跳到那个YouTube的影片 那上个礼拜的部分的话,在这里也有啦 所以上个礼拜部分的话,我们是 把那个206的APP把它完成,206当然 前两周大概就是 不外乎就是加上什么 特别注意,反正你要加一个APP 第一件事情一定要建立网站 即便是你要 重新编辑,比如说上个礼拜东西,一样要建立网站,反正你第一件事就是要建立网站就对了 然后再新增页面,OK,然后呢 我们在里面插入图片,上面有一个 图啦,然后再加一个list view 导览列,等等的 另外呢,再把它做上下页的切换 这个大概是 上上礼拜的部分 那上礼拜的话呢,我们讲的稍微比较多一点点 里面的话包含哪一些 包含就是说呢,再加上布景 有没有,它的背后颜色 那背后颜色之外的话呢 再来就是 我们 再把这个布景怎么加上去 其实只是做一个简单的复习 OK 基本上呢,大概就是 把那个布景设计完之后 建议是把它存档 存档它其实就是share 有没有 那个 右上角一个share 你把那个share部分 把它那个连结的 那个那个把它存起来 一般我是把它贴到 云端白板 云端的那个文件里面 那下一次可以找得到,否则的话你下一次我找不到你要重来一遍 其实也蛮花时间的 那另外的话把那个布景下载 下载完之后的话把它放在我们网 就是 你在 某一行程式要做修改 至于哪一行你可以看云端白板上面有 还有一个部分最最最重要的 就是 将来的话呢,请各位注意一下 就是呢,我们会需要 设定什么呢 将来你要把它放在那个 Adobe的Fongive网站上面 我希望呢,上面 上面原来的名称 跟它的说明,还有小说图 这三个东西呢,之前是完全是空白 或者是给它,好像名称给一个 蛮怪的一个名称 那如果说你今天希望产生是对的名称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 下载一个叫config.xml的档案 那这个我有给各位一个 云端白板上面的 第3个 云端白板 里面的 这一个 第3个单元 里面的话就有一个config.zip 你就把这个下载下来 其实就是我们要的config.xml 那这个档的话,记得啊,就一定要放在你的App旁边 这个,我主要是把它压缩 你可以按右键 解压缩 解压缩道 或解压缩字词 解压缩字词 理论上就会出现这个东西啦 那里面的话,你可以按右键把它编辑 里面基本上就是相关的,包含就是它的名称 所以你会发现,以后如果你假设 做文学家的话,你那个App名称,你可能内的部分 要稍微修改一下 那它的说明的话就是这个底下这一行 Discretion 这个叙述啦 叙述一下这个App里面到底做什么 然后呢,底下内容也许可以不改啦 但如果你要改的话,你可以改个你的网站名称 Email信箱 等等的其他部分 好,那大概就这样,最后把它直接存档 config.xml 记得把它放哪里呢 放在你的App的根目录底下 目录底下 OK 然后呢,你把它上传到那个Adobe的PhoneGave网站 它就会帮你 把那个名称跟叙述,还有 还有个图示 图示部分刚刚落掉,图示在哪里 其实图示就在这个名称 这边注意哦 206app.png 那我讲过,这个档案的话目前不存在 所以你要把它变出来 那我们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小画家其实就可以代表了 把小画家呢 把它打开 把这个 其中一张图,我们是用那个里面的一个图 把它稍微改一下 就可以改成 206.app.png OK 那我们就做完了上个礼拜的部分 那这个的话我想 请各位就是 如果上礼拜有一些细节 假如不太清楚的话 回去可以 再稍微看一下 毕竟 这个地方 很多地方可能 会要特别注意 如果你一个小地方 没注意到的话 那很容易 你一上传 就会 就会出错了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做完之后的话 像我上个礼拜的东西在这里 我把它 其实我上礼拜都把它压缩 存档 那你会发现 这边就会有一个 叫206app.png 它的大小 有没有看到 尺寸 尺寸的话就是72乘72 有没有 那这个是用小花家做的 至于怎么做 上个礼拜有讲到 如果细节 假如已经忘了差不多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 再稍微 把影片稍微复习一下 那就这一张 72乘72这张图 那记得 它的负档名一定要png 因为我们这个里面 反正呢 假如这里面的 这个档案名称叫什么 负档名叫什么 那将来你就要产生 这一个档案 如果你没有产生 这个档案的话 将来你把它上传到 上面的话 那就会 时效 这个地方可能 要特别注意一下 就是 我们影片的部分 另外的话 讲义部分的话 一样是在我们的那个 第3个单元 这边有个讲义 206app的讲义 那你可以在这边找到我刚刚讲的 这个相关的 这个画面 还有相关的那个 内容部分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要继续再来看 就是说 如果我说我今天希望 像这边我们来 这边我们上礼拜的 那如果要把它再用那个 尊贵预文打开的话 第一个尊贵预文打开 一样嘛 反正我的网站已经在这边了 那如果下一次要编辑它的话 那一样新建网站 反正每一次都一定新建网站 不管是新增 或者是编辑 通通都要先指定它的网站名称 跟它网站在哪里 网站在桌面上 我就把它指定到桌面上 然后就这个目录 选取 然后储存 OK 那你会发现它就帮我载进来了 在这边就出现了 那我再把index打开来 那你可以看到 上个礼拜的东西就出现了 那我把它分割 另外的话呢 把设计师改成传统 那就恢复成 这个上个礼拜的这个状态 那最后的话把它即时看一下 那颜色基本上 这个是旧的吗 里面好像没变更 那可能是旧的 OK 那上个礼拜我看我版本 是不是我 其他还有别的版本 应该是 可能用的是 这个可能是 前 24号的 应该是下载到错了 没关系我再把它重新 解除完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再接着来看 后面的话最后 假如 我们希望 希望再把这个App做得更漂亮 那有哪些地方还可以让它 变得更漂亮 主要就是这个 上面的这个小图 那你会发现这个小图呢 之前我们是 用什么方式完成的呢 还记得吧 这个是在 这内吧 那里面的话呢 用了这个标签 简刺窗里面的那个 JQ Mobile 里面有一个属性叫做什么 叫做Data Icon 也就是说呢 我们这个地方如果Data Icon里面可以设定 那总共的话呢 那里面 它里面总共就是有 从什么 这个 这个Alone 一直到Start 总共好像17个 小Icon吧 那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要有这个Icon 就小说图的话 目前的版本 只有17个 那也就是说 你想说 这个地方如果希望它变漂亮一点的图示的话 那也没有办法 OK 那特别注意 是可以啦 只是说呢 有一点点 难度 主要的 地方是这样啦 就是说呢 第一个 我们必须把这个版本更新 那版本 你会想说版本 那我们现在的版本是多少 那各位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这边有个叫JQ Mobile 这后面有个版本1.0 也就是我们目前的版本 是用1.0的 那1.0里面的这个Icon 最多就17个 那如果说你小如说要制定那个Icon的话 或者是说让Icon数量变增加的话 那特别注意喔 你可能要做一件事情 第一步 先要把1.0的版本 升级成1.45 也就是更新它的版本 OK 第一步喔 那第二步的话呢 你再去网路上找那个小的Icon图示 那我这边好像有给各位一个连结啦 这边有一个连结 我们点到下一个单元 所以待会的话我们来看第四个单元 206App制定那个Icon 那怎么样制定Icon 我特别注意喔 这个地方的话如何制定Icon 有没有看到 其实 我们目标是希望 把这个原来这四个 本来是固定那些 其实也不难算丑啦 但是就是固定的 把它改成类似像这样的Icon 可是问题这个Icon去哪边找 网路上 也有免费的Icon 那我这边找到一个 我觉得还可以的啦 只是说现在有些Icon都要钱 那这个网址的话 这个网站 它目前 好像还是免费的 也就是你找到 相关的那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所以你可以点击 假如说当然你不一定要跟我用一样的 你比如要找什么 你可以把那个名称给打上去 好像 这好像要简体字 而且另外 还有一个 部分就是说 你如果要下载 好像要你一定要注册 所以我本来是不用注册啦 不过后来好像要注册 那我有注册一个账号 然后你可以 比如说搜寻 当然 如果你假如说 你不知道要 输入什么样 因为我记得好像打那个中文 应该是繁体的 好像搜寻会搜寻不到 我看一下 相机看看 这个输入法 我瞧一整一下 没有我用的是那个以天的 OK 看一下 有出现 但里面 居然没有东西 你看 所以 所以你打 这样 Camera Camera OK 你打那个Camera Camera出来了 所以变成怎么样 如果你打 好像不知道是不是繁体字的关系 它好像不接受 所以怎么办呢 不然你就把它翻译成英文的 搜寻就有了 那你会发现 这边有很多 假设你喜欢这个当Camera 你就把它点下去 那它会跳出来 底下可以让你下载 比如说有 128 到16 从最大到最小 比如说我三色深深 这个要的话 你可以下载一个 PNG 但是它好像要你什么 会员登录 我好像有 有把它注册一个账号吧 然后就把这个账号密码打上去登录 它就可以下载 所以第一步请各位 先把那个上个礼拜的 这一个网站先开起来 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 先到那个 我们的讲义 第四个单元里面 找一下 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的话 就是什么 Easyicon.net 其实还蛮好记得 Easyicon.net 那里面的话 找找看 假如说 我们待会 需要 四张 这个小说图的话 这个 摄影名词 相机种类 相机种类用刚刚那个 摄影 摄影名词 是不是用个清单 什么 照片欣赏 反正这个 就根据什么 上面的 意识去找一个 对应的 Icon 我觉得这比较合理的 至于怎么做 请各位先 试着到那个刚刚的网站 先找找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这个网站 可能需要 注册了 所以你可能也许就是先 在上面也许 就 把它简单 只要输入那个 Email信箱 跟 帐号密码之类的 试试看 现在